记者讲 说他这个侵犯了我之后最初几天 他就给我承诺 说要把我培育成这个分支区域的这个校长 培养我当校长 说呀 甚至这个宋山木经常跟这个手下人流露 手下的女人流露吧 说呀 这年头谁掌握了钱 谁就掌握了一切 你得把我伺候开心了呀 我要伺候开心了 你才能够有一切 其他的那个老板可能就是玩玩你而已 我是真正啊 给你前途为你前途着想啊 2004年宋山木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 这样评价自己的员工 我的好多的我身边的员工 他能留的现在能给我身边的 他们都很吃苦 他们可能学历不高 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吃苦 我选人也是这样 你名牌大学的 你学位怎么样 博士硕士 可能不适合我 我认为什么是人才 适合我的才是人才 我用人的原则就是 适合我 假如说你能吃苦 但是不适合没关系 只要能吃苦这一条 我会能把你培养成适合我的人才 别人都说 山木老师的最大本事是 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这里 最后都成为一个发光的一个人才 三号晚上八点零一分 动物与一名高个的女性步入电梯 总部就是房山部的后面 我总是给他们说的 我不是一般 我不是一般人 刚才我说到 这宋山木这回出了事 一些个过去在他这干过的女员工 纷纷出来 指名道姓 只称 他也曾经玩弄过 但是媒体上是这么报道了 可是毕竟这个东西查无实据 当时也没有报案 真正他现在在查的事 主要就是罗云这起案 罗云这女孩讲 说我当初来山木培训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我就觉得有点怪 他说你看你招员工 我进来当然要准备这个简历资料 什么照片 可是为什么还要脸部的照片 和手掌的照片 看面相 看手相 听说呀 这山木总裁还真的是很信这种风水命格 他要求这个女员工啊 你呀得有望夫相 什么相算望夫 这咱没研究啊 但是 听说 这他这山木啊 你看这里有个木吗 这个木啊 压了个木字 木呢就怕火 所以呢 在这个山木这个种种规境啊 基本法里头 据说有一条 女员工不准烫发 这个烫发不就带着火了吗 而且甚至说男员工啊 不让抽烟 说是抽烟火就更大 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但是呢 甚至这个要求还具体到什么 女员工啊 你这个刘海啊 你得给我梳起来 露出脑门 而这才能望夫呢 为了培养这些个望夫的女员工 山木总裁也可以说不惜学本了 专门成立了一所全日制教育的这么一个院校 叫山木女子学院 听说啊 这咱这当然是只能神网 听说 听说招进去的这个女学员啊 那是身材相貌 各个都按照空井的这个标准呢 完成了这个培训之后 出来就到这个山木总部来这个工作 而且啊 山木总裁不仅是这样说 他也是这样做 听说他每年都要选择一些漂亮的女孩子 到自个的身边工作 山木教育集团女员工占多数 而宋山木办公地点所在的深圳总部 几乎是女儿国 除了两位男性高层 只有一位年长的男老师 其他都是女员工 这女人多了吧 也难免叽叽喳喳 据罗云讲呢 他来了之后就听见一些风言风语 比如说公司里有的那个女员工 开名车呀 背名包啊 说钱怎么来的呢 哎那都跟这个山木有关系 甚至现在还有说这个以前离职的员工 我不知道是真事 还是他们跟山木有仇还是怎么的呢 他就是说了说出来那个事啊 那真是会会声会色 甚说什么他有什么女员工的钥匙啊 哎什么这这这些个传言很多 但是我必须说啊 咱们也不必细说了 因为呢这事实为依据啊法律为准绳啊 这些个东西也只能是风言风语 咱们说点这个当真的啊 我从这件山木涉嫌强奸门呢 我那天做节目我就说我有一个问题 要请教这个司法人员 我觉得这个强奸案的认定啊 是不是会有这么一个困难 比方说啊跟咱想象的他不一定有搏斗啊 我们知道很多女孩子他被强奸 你比如说他是被吓唬啊被威胁被胁迫 甚至于他干的时候这女孩是被动配合的 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 如果说他恐吓的这个话当时没有录音没有录像 那我就真不知道这个咱们这个专业部门啊 怎么认定这个强奸情节 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啊 我们旁边有一个老师 哎他就说 他说没你说的这么复杂 按照我说的这口啊 好像是说呃对男的有利益对吧 当然强奸犯也不都是男的啊 就是但是他就说呀 他说一般这个强奸呢 这个只要女的说你强奸 你多办你就跑不了 我说按照你这种逻辑 那就叫利益归于女方 那比方说有的女的当时愿意后来反悔了 他也这这怎么弄呢 所以啊咱们不是专业的这个司法人员 我真是不知道啊 这个强奸案的具体的性质 到底该怎么认定 因为他很多的被他拍到裸照的 或者被他欺负过的那些 然后没有想着报警的 一般都被他就是夹心啊 或者掉到其他地方去 做分校长也等等 各种优惠的待遇吧 他确实可以有一些女员工拍过裸照是吧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那些人都没有想着报警 从当时这个监控录像来看 这个戴着白色棒球帽身边的宋山木 就看背影啊 看什么头发啊 什么什么判断 这女孩应该就是这个 这女孩应该就是这个